上次講到朱玉貴和艾子福交手, 艾子福見朱玉貴來勢兇猛, 就不敢怎麼進攻他, 就是襲著子五馬,橫著不單刀,採取手勢。 朱玉貴見艾子福不敢來, 他就第一條, 降邊起處,一個雪花蓋頂, 向艾子福的天靈蓋打下來, 艾子福再退馬, 單刀再度斬過來, 朱玉貴的邊從下面滾上來, 一邊打單刀身邊啪一聲, 停出火星, 艾子福措手不及, 單刀脫手跌下來, 朱玉貴飛起一踢, 將單刀踢來異仗開外, 艾子福的赤手空拳, 知道難以對敵, 正所拔步飛跑, 朱玉貴大叫艾子福, 別說我朱玉貴降邊欺負你, 我連邊都不要, 看你耐過什麼, 講完之後, 將那條降邊向後一拋, 艾子福看到朱玉貴沒有軍器在手, 他又想來了, 朱玉貴就說, 你敢不敢跟我比拳腳呢? 艾子福說, 嘿嘿, 你這肥仔牙刺刺, 我今天如果不打掛你, 我就勢不為人, 撲上前兜心撞上來, 朱玉貴左手一招, 將他的拳招住, 右手伸出食中兩個手指, 洗出湯豬的節技, 向艾子福的兩眼插過來, 真是出手之快, 好像閃電似的, 艾子福只覺得一陣風, 向自己的面部撲來, 立即將頭一折, 朱玉貴的兩隻手指, 在艾子福的左耳邊剷過, 嘩,出血了, 艾子福一見出血, 心都放了, 立即抽開腳步, 向後面肥快地跑, 一個肚督背, 鬆快合拼艾子墊, 拿紫血腎, 扶在二袋上, 嘩, 朱玉貴的手指這麼厲害, 幸好船得快, 哎呀, 相差一串領, 如果你說不是, 插中雙眼, 便便變地水, 真是險到剃頭, 朱玉貴見艾子福走了之後, 知道艾子福在合兵子舖, 故意一搖三擺, 走過合兵子舖的門口, 大聲地喊, 臭小子福, 你還想出來打兩三下, 啊, 敢不敢啊, 朱玉貴站在舖門口, 指手畫腳, 但艾子福, 真是好像阿龍宋笨那樣, 一於小理了, 朱玉貴, 記得他命無反應, 只好走回大新街梁館, 那梁讚呢, 就等著朱玉貴回來, 一見到他便說, 喂, 阿貴, 你為何要這麼久啊, 朱玉貴就仰仰得意了, 嘿嘿, 師傅, 今天雖然收不到錢, 但是打得好過癮, 甚麼時候都報了, 梁讚說, 為甚麼啊, 甚麼事這麼厲害啊, 朱玉貴說, 蔡玉那單家夥, 一早就已經鬆了頂了, 那個大門用鐵章軍來打手, 哎, 鎖子道門, 我一拳一腳當場打開他, 走入裡面連打一通, 所有獅頭羅古, 架山雜物, 全部打人債他, 我正想回來了, 蔡玉的徒弟, 被艷子福手側單刀, 向我斬過來, 我呸, 一隻手指插入他兩眼, 朱玉貴還未講完, 梁讚說, 喂, 插盲了雙眼, 這樣就太可憐了, 這件事根本與艷子福無關, 朱玉貴說, 師傅, 你別這麼擔心, 我朱玉貴也學會師傅一樣手下留情, 當時, 慈悲之心一起, 他兩隻手指, 略略斜了些, 只是將耳邊插到佛去, 沒什麼大礙的, 朱玉貴生平未曾說過大話, 這次他就說大話了, 梁讚信以為真, 他想想, 蔡玉去哪裏, 難道他真的不敢再在佛山立足, 如果是這樣, 他一定會把傢俬搬走了, 現在他並非永遠離開佛山, 他一定會再回來的, 這次他當然是找一個忌激高強的人回來報仇, 但自己既然掛了招牌開武館教徒底, 現在時時準備被人踢盤, 只有加以防範, 防備蔡玉再來, 再說, 蔡玉果然, 明天一早離開佛山, 由小北江經過清遠再去韶關, 一路到師父王敬堂的武館那裏, 王敬堂一見蔡玉, 一瞬一瞬間來到, 覺得很出奇了, 看他的腳, 他的腳被布帶纏著, 好像紮體般纏著, 王敬堂就說, 蔡玉賢圖, 不見你一個月左右, 為何又回來這裏? 你的腳做甚麼? 蔡玉垂頭喪氣, 我的腳被梁振打, 師父, 你今天一定要救我的啦, 講完之後, 坐在膠椅上, 慢慢嘆氣, 唉, 王敬堂就說, 為何這樣啊? 你又是自己梁振所打傷啊? 蔡玉就是啦, 我回到佛山之後, 曾經用萬空和尚教我的陰陽腿, 在聖平街移心茶樓門口, 將梁振打倒的啦, 啊, 怎不知梁振, 不知道去哪裏, 學到一手殺手簡, 再約我山閃會館給牧, 給他殺手一切, 當堂將我的尾耳指切了一半, 好痛啊, 現在走得逼逼逼逼的, 王敬堂就說, 嗯, 如果是這樣, 你既然放在梁振的手上, 我也沒有甚麼辦法的, 哦, 事關我的忌激, 已經教了你九成的啦, 所未教的呢, 只有一手雙飛盆龍棍, 那如果這手家夥都失靈的話, 那就真是瓜得啦, 蔡勇則說, 以弟子來觀察, 梁振這些人, 圖有其名的, 只不過弟子一視大意, 來不及閃避, 這樣才被他打倒的, 好像師傅那樣, 眼明手快, 奇蹟精通, 又有一手避前絕技, 唉, 誰說打不到梁振啊, 王敬堂仍然在想讀, 還未有答覆他, 因為王敬堂這些人, 不像蔡勇那樣, 年少輕浮, 萬一再失敗的話, 唉, 小則喪失名譽, 大則當堂打死的嘛, 而且, 他心想一下, 蔡勇的忌激本來亦不弱的, 竟然兩次被梁振打敗, 那梁振一定是相當管領, 並非好像蔡勇所說的, 完全無料的嘛, 所以他就未敢答應, 蔡勇見王敬堂, 猶猶疑疑, 恐怕他不肯去, 自己犯狂就打橫, 心就很急, 你走到軍器架旁邊, 一抽, 抽把彈刀出來, 走到關帝像面前, 舉起彈刀, 用刀口, 對正的眉心, 好像一柱擎斷那樣, 他說, 關師傅在上, 弟子兩次失敗, 在梁振的手上, 都無眼再在記憶界立足了, 事好一死了之, 我希望陰魂不散, 這樣來報仇, 正想舉起一把刀, 斬落自己的頭, 自殺, 王敬堂就不知道蔡玉是真是假的, 他立刻撲上床, 喂喂喂喂, 是這樣的, 哎呀, 怎麼找這些來搞的, 報仇啊, 事小, 要不自尋怎麼見呢, 唉, 梁讚而已, 唉, 何足巨哉, 不用怕他, 我一於, 明天和你去佛山, 打敗梁讚, 啊, 蔡玉聽不到這樣說, 嘿嘿, 當然是歡喜啦, 於是, 丟了手上那單刀, 跪倒在地, 叩頭, 德師傅, 你貴弟子出力, 唉, 我真是感激不盡啦, 這樣說, 於是王敬堂拖蔡玉去街頭飯店那裏, 談幾兩燒酒, 吃一頓飯, 晚上蔡玉就躺在武館那裏, 整晚輾轉反側睡不著, 第二天還未光, 蔡玉、王敬堂兩個人就起床疏洗, 蔡玉就想立刻和王敬堂起床南下, 王敬堂就說, 慢著, 遲早都不差三幾天啦, 那個萬空禪師, 他不但精通忌激, 而且精逆驚的, 我跟你一起去南華寺, 問問子恒的吉凶如何呢? 蔡玉聽他這樣說, 都沒辦法推卻, 唯有跟著王敬堂去南華寺, 這個時候, 那個萬空禪師, 剛剛在徒團那裏, 閉目入柄, 王敬堂就不斷騷擾他, 就跟蔡玉站在方丈室外, 在等了, 等了很久, 萬空禪師才睜大眼, 他看著門外, 哦,王師傅, 你有什麼事啊? 王敬堂和蔡玉兩國, 就進入方丈室, 向萬空禪師問好, 王敬堂就說, 萬空禪師, 有件事, 很猶豫不缺, 請大師你跟我決心優異, 萬空禪師看著蔡玉, 王師傅, 所問的, 是不是跟蔡師傅和佛山梁站那件事有關的? 王敬堂和蔡玉兩國, 見萬空禪師, 不問而知, 就這麼嚇驚, 王敬堂就說, 哎呀, 萬空禪師, 你真的好像神仙那樣, 被人都還會出聲, 你就知道了, 萬空和尚就說, 嘿嘿嘿, 哪有這麼多食飯神仙啊? 所謂當局者迷, 旁觀者稱而已, 蔡玉師傅, 你不願千里, 再次來到這裏, 雙腳包住, 似乎受了傷感, 面大憂鬱, 那是不是被佛山梁站打的? 王敬堂就說, 就是因為這件事, 我徒弟在佛山, 被梁站欺霸, 砍傷他的腳, 驅逐出境, 不准他去佛山蠟燭, 唉呀, 這樣做法簡直趕到絕了, 被人我, 就代他抱不平, 決定明天, 起程南下去佛山, 和我徒弟報仇, 只但是, 我又不知道此行的結果如何, 想請禪師你, 和其人, 知不知掛? 萬空和尚, 萬空和尚就說, 唉呀, 我佛以慈悲為主, 這些打打殺殺的事情, 就不是我平生的主張, 如果黃師傅你真的要去, 我都沒什麼話好說, 請你擅自保重, 黃敬堂見萬空和尚, 不知可否? 他就再問了, 萬空大師, 其人此行, 是吉呢? 還是空呢? 萬空和尚, 哈哈哈哈, 哎呀, 吉是, 空所以, 空是吉所伏, 你認為吉的, 他認為空, 冤冤相報, 何事可了? 黃敬堂還想追問下去, 萬空和尚已經躲在雙眼, 入病了, 黃敬堂沒辦法了, 唯有出來, 蔡玉跟在後面, 這位萬空和尚, 能夠用古代的哲理, 來破除迷信, 好者, 蔡玉和黃敬堂出來之後, 就說, 我萬空和尚, 雖然曾經是我的師父, 但這樣親親吐吐, 不是對徒弟的所為, 如果我不看師父你的份上, 我就一拳打死他, 黃敬堂就說, 阿玉, 你不要這樣說, 他究竟都是你的師父, 這樣吧, 我明天一於和你起程南下, 而我的父母也不用怕梁讚, 梁師父回到武館, 黃敬堂就收拾行李, 吩咐徒弟緊守門戶, 第二天一早就和蔡玉南下佛山, 三天左右已經來到射人廟了, 蔡玉回到蔡館, 一入門不禁說, 而館內的駕山雜物全部被人打爛了, 一陣子福已經聽到蔡玉回來了, 於是就來到, 黃敬堂也到了, 上前文案之後, 就對蔡玉說, 師父啊, 你走了之後, 我蔡子福幾乎死了, 沒命再見師父你的了, 蔡玉說為什麼, 是不是梁讚那個臭小子又來找你晦氣? 蔡子福說不是梁讚, 是朱玉桂, 蔡玉啊, 那是誰打爛這東西的? 怎知福啊, 又不是朱玉桂, 那天朱玉桂來到, 踢開道門進去, 把工具、雜物全部打爛了, 我趕到來跟他交涉, 哎, 怎麽不知這個朱玉桂萬不講理, 撿起來來降邊, 向我迎頭打落, 幸好我眼明手快, 只被他打掛了, 蔡玉一聽聞這樣說, 就生氣了, 哈哈, 真是豉有此理, 趴到上門, 此可忍, 熟不可忍。 黃師傅說, 你也見了, 感情形質法都有火的, 是嗎? 黃敬堂也覺得朱玉桂太過, 但是他又不知道蔡玉曾經搗亂行濟堂, 那麽做法, 不過是頭頭暴力, 黃敬堂另下頭說, 唉, 初時我以為, 梁讚呢, 或者不止可惡的, 但現在看來, 的確是抵死有餘, 好了, 沿途, 你少安無躁, 我在這裡休息三五日之後, 看清楚梁讚的來龍去脈, 記憶怎樣, 我一定替你報仇的, 那蔡玉就沒辦法了, 叫染子福通知徒弟回來, 唉, 就算通知他們回來, 只有十多人, 其他的人全部去其他武館了, 染子福就將館內收拾警察, 黃敬堂暫時住在館內, 開始偵查梁讚的記憶, 問清楚地址, 以及梁讚的年齡、身材、 相貌等等之後, 就換上一件舊灰布長衫, 頭戴瓜皮帽, 拿了半截大竹筒, 上面抬著薄膜, 扮成一個專醫集席的江湖醫生, 一路向公正史而來, 轉入大新街之後, 在路上左手夾著竹筒, 右手拍張竹筒上的薄膜, 噗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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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聲, 好像以前所謂噗噗噗老了, 江湖醫生, 可以串街播客, 不受人的私疑, 幾十年前, 大概六七十年前, 看到很多的,王敬堂經過糧館面前,故意停下來看著 看到糧館裏面沒有人,只有一個小孩坐著睏眼睡 王敬堂站了一瞬間,因為沒有人,所以打聽不到什麼,一無所获 於是向大新街而來,轉入筷子街,走過杏祭堂門口 看到店裡坐著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人,體格洪偉,頭大地粗 左手帶著一隻鼓肉大眼,王敬堂記得這樣,心想這個當然是梁棧 於是站在杏祭堂面前,高橋轉移奇難宅政,一方面雙眼看著梁棧 當時梁棧未有注意這些江湖醫生竟然是偵查自己的人 他說以為平常過往行人,這些人很多 這一次整定有事了,王敬堂站在杏祭堂門口的時候 不正確,朱玉棧在外面衝衝進來,朱玉棧這個人性情暴躁 而且他行動匆忙,正式撞死馬那類人物 一撞,那個手肘竟然撞到王敬堂的左臂 朱玉棧的力量相當大,王敬堂絕不在意 夾在左臂的半截竹筒,跌在地上,真是叫做無巧不成書 半截竹筒倒跌落地,撞在朱玉棵,捉在墨門上 朱玉棧就很痛,朱玉棧整個吊起,雙手掩著腳盔 嘩,你怎麼這麼搞的呢? 他一看,這是江湖習政醫生,朱玉棧牛精盛起了 德文程人都喝哭他,你都喋著臭 威,你又撞向無疑切陋狗還是他,將黃敬堂的半截竹筒 往壺尺拉蜊水裡,又臭又污喔 那半截竹筒一跌,跌到坑他,就當然,弄滿了水了,黃敬堂啟營那樣,他就生氣了,喂喂喂,肥仔,你撞跌過竹筒,還踢到坑他,你快點給我撿起來,洗飯安靜他,豬肉骨燈還沒得,誰叫你阻止一條街,老實說,正經的就快點走, 如果不是老夫起火,拳骨無情,黃敬堂因為他撞奪自己的竹筒,就用個大聲甲鴨,看看這個人身材肥胖,肌肉扎實,好像想行祭堂那樣,嗯,這個實是良讚的人,正好趁此機會試啊,你才行,當時他唔聲不出,一個戰步,剷了豬肉桂的身子,動空一拳,打過去, 朱肉桂見黃敬堂動手打過來,立刻左手一招,將他的攻勢施用了他,誰不知黃敬堂右拳再發出,一個黑虎偷心,一拳向朱肉桂右空打上來,朱肉桂向左轉馬,空步一轉側,黃敬堂的拳相差僅僅半吋, 才能打到朱肉桂,才能打到朱肉桂的空步,那凡是拳術的事,榮春派、塞里佛派都有這些手法,因為對方一拳打過來,將身子略略側打, 使對方的拳頭斜斜頂擦角,或者只差半寸左右, 對方的拳就完全失去了攻擊能力。 朱玉貴這一著,就是詠春派的拿手功夫, 黃敬堂見兩拳都打不中他的妖害,大發的害怕, 他心想,這個人難道是梁棧?為何忌擊這麼厲害? 他說:「等等,試一下你,是不是梁棧才行?」 他說大聲喊:「梁棧,你還不攻你!」 黃敬堂這個說話,想試一下對方,是不是梁棧? 朱玉貴是直腸直肚的,一聽聞他喊梁棧, 他就說:「哈哈,你罵我師傅,我就是梁棧的第二門徒,肥仔朱玉貴?」 黃敬堂聽聞這麼說,暗中嚇驚, 他心想想,難怪蔡玉被梁棧打敗了, 原來梁棧的徒弟也這麼厲害, 只但不知道誰是梁棧, 可以用說話再來試一下他的,於是他又渴了, 我以為梁棧,原來這些無名小卒, 和你比武打髒了我的手, 快點叫梁棧出來送死,不用說那麼多, 這個時候梁棧剛剛坐在行祭堂裡面, 見朱玉貴和一個幫胡醫生吵鬧, 本來想出來干涉, 只但想想,這些閒事都無謂出仇了, 以免有失大團師的風度, 所以就站在行祭堂門口看, 只見朱玉貴這個時候露大雙眼, 你想跟師傅打架嗎?笑,不是嚇你, 我師傅綁著他右手, 整隻左手,一拳打他變肉頂, 黃綠醫生的話, 我勸你精精的,快點送頂, 如果不是空多吉小, 不要說我朱玉貴大而不詐, 這樣一來,你一言我一語, 黃敬堂的偵察目的就達到了, 後師預言,下次再做!